電競年超級聯賽 歡迎回到電競七年超級聯賽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項目是 新海爭霸2 今天為大家請到的賽評是 阿法老師 利政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法 來這邊我們有一則新聞快報 要趕快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包仔老師終於想到 他的新年新願望囉 什麼新願望 就他希望使用了我們的下巴牌 生髮水之後 他的髮線可以往前進 真的嗎 我可能也要用一點了 真的嗎 我跟你講 生髮水真的很好用 除了可以長下巴 還可以長真髮 而且更厲害的 還可以幫你增長智慧 真的嗎 嗯 你一定要跟另外一位賽評大量購買 現在要搶要快 聽說在2013年12月31號之前購買 你們買10瓶 會再加送兩瓶 加送兩瓶 對 好像講完了 我們由受賣老師提供的福利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WMO 為大家帶來了哪一些的福利 好 我們看到時尚玩家的尋寶站 WMO要用最熱血的精神 傳達最熱血的意志 我們的熱血Fever秋冬新品 要帶領大家跨13-14 用熱血來賠你一生一世 所以我們現在限時優惠任兩件 只要1314元 喜歡的朋友要搶要快囉 接下來我們也有粉絲團 如果還不清楚的話可以來到WMO的粉絲團 這邊有更詳盡的解說唷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星凱的部分呢 是率先進入了季後賽了 那之前我們可以看到 阿輝跟AK呢 已經打過一輪了 是由AK獲勝 可是AK對上DS的時候呢 可以說是一個逆轉翻盤秀 本來AK是3比1的領先 後來DS呢 又在連拿了3分 最後是4比3 讓AK下去當守門員了 嗯哼 真滿可惜的 對 那我們今天要看到的是 是蟲竹內戰喔 之前我們也有蟲竹內戰的季後賽 是由華爾斯巴德的FIST 對上同門虛凶室友啊 就是Fryon Monster 現在叫Python 也是華爾斯巴德的選手 那Python呢 很可惜沒有辦法守住 是已經被FIST給打下去了 現在FIST要往上繼續挑戰 他今天要挑戰的是台灣夜尾 對 是我們的Slam 十年選手來自於 遊戲閃電狼的Slam 十年 好 我們看到十年 他的重組內戰 目前的勝率是42% 但是大家都說 這樣是老的辣 我們看到選手呢 如果說經驗比較豐富的話 在一些臨場應對 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比新選手來得要好 可是新選手呢 連他們在這個圍艙上面的反應 也是夠快 而且新選手有時候 他們的思維呢 讓我們比較抓不準 搞不好 他們有機會可以出氣至勝 對啊 其實FIST 他真的是一個 怎麼講 蠻最真蠻用功 而且他其實人很好 對 所以我們其實 我一直很想要知道 就是他到底有沒有 他應該是有 但是因為 我們知道華爾斯 現在是已經有 兩個Y級選手住在那邊 對 都是重組選手 所以我真的很想要 看看他說 他是不是有從那邊 學到更多的經驗 而且對於FIST來講 還有一個優勢 就是Suppie講中文 哈哈 對對對 我們看到 閃電郎這邊呢 雖然說是有SAN SUN 但是SUN 他的中文不太好 對啊 對啊 就比較難以做交流 對 其實Suppie 真的在 在華藝宿舍 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 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不只是 對我們台灣的 重組選手啊 有很大的幫忙 那同時呢 也這個 那我們看左上角這個是我們的FIST 對這個是紅色的重組 是 而右下角藍色的重組選手 這是來自於 友誼閃電郎的Slam OK 十年選手 我們看到這個帥氣的介紹影片了 哈哈哈 對 我們剛剛提到的是Suppie嘛 Suppie其實他還有一個很大的功用 就是說 因為他的語言能力特別的強 對 不過只是英文他還會講一點點的韓文 而且他是跟那個 Tru有溝通 哦 了解 那你聽說Tru最近到韓國去的是不是 哦沒有沒有 他要1月6號才要去 他一打完這個我們1月5號的比賽之後啊 是 他馬上警告密鼓 馬上緊接著就要到 就要到韓國去 然後打他們韓國去的一個 那個 對 打韓國去的預選賽 打入CSKR區的預選賽了 好在這裡呢也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星海的部分 今年就是可喜可賀的一年 因為我們有一個台港澳資格賽 就是之前沒有的 那在這裡也跟大家預告一下 台港澳資格賽呢 在1月2號要進行總決賽啊 那我們目前四組呢 都小組賽打完了 那這四名小組第一的選手 其中有三個可以獲得資格 前往這個北美來參加我們北美的挑戰賽 對這個機率還蠻高的 43耶 哈哈 對機率還蠻高的啊 其實其實那個 呃台港澳 我們雖然沒有轉播啊 就是前面的初賽 我們是沒有轉播的 不過 呃大家如果對網路的資訊熟的話 我們冰哥他是有在做 replay的一個轉播 嗯 大家也可以去多多支持一下我們的冰哥 好 在這裡我們看到 兩邊看起來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阿法老師 對我們可以看到我們Fizz這場 他是選擇一個實地 然後這邊看到狗屍進度以後 二礦的進度以後 基本上就知道對手是一個狗屍開啊 那這樣的話他應該會選擇 直接去咬二礦二基地 然後看能不能咬退 好兩條狗先往上看 看一眼 但是發現狗下來 上面的狗也蠻多的 對那這樣的話這個二礦是要守住沒有問題了 六條狗然後連攻命一起拉下來 對 好 沒錯二礦是可以保住不需要取消了 對這個拖一下時間就可以了 呃就 其實現在就拖時間了 因為那個主堡的血還會一直增加 所以你只要拖 多拖一點時間那個主堡血就多一點 是 就慢慢來 反正補狗的話 這個Slam家裡面有狗可以補 從家裡面走過來會是比較快 所以要守住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好 我們看到這邊10年的二礦是已經完成了 哇 平安的保住自己的第二個主堡 這邊趕快放一個地刺 對保個底啊 不過其實不用放也可以守得住啊 看他是不是守住就要取消 保險一點保險一點 對還是要讓他蓋起來 好像沒有取消 那應該是要讓他蓋起來 而我們Fist這邊則是選擇 趕快提成狗樹了 對他這個叫直接打一波了 因為一般來說啊 10滴的幾個開局方式就是說 你可以10滴 10滴完之後呢 你去壓對殼二礦 然後你自己再開二礦 另外一種方法就像 就像這樣子 我們先提狗樹 然後再壓一波 然後再開二礦 那更狠的話就是直接下毒吧 然後我們看他10年這邊也不敢掉有清新 第二個第一次也放下去了 是的 這邊應該是有看到 對手的一個二礦 對 10年的王蟲是 眼角魚光有看到 這個Fist的二礦已經放下去了 他的狗狗也來到了前線 對那這樣喔 情況之下 我們他應該就可以看到 好這邊再看 再看 好 欸欸 有看到 應該是有看到挖瓦斯了 好了好了 但是沒有看到毒暴蟲巢 那這樣的話就能夠了解啊 這個百分之百對方不會是想要打一個毒暴一波 這樣的話一根地獅在這邊做防守 然後呢 媽媽去賭這個斜破口 對 這樣的話要數數是完全沒有問題 那兩根地獅 非常非常穩 Slam這場打的 是 而Fist這邊狗樹即將就要完成了 來到一個抉擇點了 狗樹完成了 他是否要壓一下呢 還是說應該要等毒暴蟲 好了再壓呢 他現在基本上是已經要準備 一定要先壓一下對不對 嗯 他現在要晃一晃 給對手壓力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他毒暴蟲巢贏一下 那這個二礦基本上就是一個一個假的 我們可以看到他還藏狗嘛 藏在那個斜坡高地 不讓你看 讓你以為我可能在後面補弓兵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十年打的很穩嘛 非常的穩 建築學呢在這個二礦不算寬的口喔 馬上做了這個 兩個進化師跟一個蟑螂繁殖場 第一次在往前爬 這是要怎麼打呢 Fist沒有辦法找到這扶破口 非常難 而且剛剛這一堆狗從家裡面出來之後啊 應該是已經被蟑蟲發現了 應該是已經被蟑蟲發現了 好這邊又補了一些 應該是跨掉 他出門的時候 你們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視野 我們看到 狗蟲紅色的基地出來的時候 其實蟑蟲都是看在眼裡的 那這樣的話應該是有反應啊 好這邊地是再插一根 哇 這樣的話有做準備喔 就要看這一波毒暴能不能夠 不過這邊要消耗很多喔 如果這樣硬破的話消耗很多 但是應該是沒辦法 應該沒辦法 應該沒辦法 哇天啊 這個慢慢的吉時互相補血 對 而且這個完全不夠啊 這個完全打不掉 後面還有一堆在補 是 哇 這個一定打不進去了 哇 太慘了 只能打到GG Fist 立刻打下了GG啊 相當的可惜喔 我們看到10年初 這麼多媽媽是對的 是的 我們可以看到10年 這場打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穩健 大概也是 有想到說 對手可能會打得比較極限一點 對 所以在第一回合 星際基地這邊呢 我們是恭喜 欸不對 第一回合這邊 我們是恭喜10年 率先拿下的勝利 第一張應該是貝爾11機 不好意思 跟大家更正一下 那回過頭來 我們看到這一場喔 感覺Fist這個快攻 並沒有收到成效 那因為前面是用這個10D的開局嘛 對 圍績上就造成了很大的選傷 對 後面又 數次進攻 沒有占到便宜 感覺就無力的天 對 他主要是因為10D 如果你開局之後 你沒有去壓 你沒有去把對手2框給壓掉 然後自己再放2框的話 其實是滿虧的 而且Slam 他沒有於是4-5D嘛 所以他是完全不怕這個10D的一個快攻 是 那Fist可能是覺得說 後續如果要 要繼續跟他正常營運打下去的話 他可能虧著打 對 也沒有辦法繼續說 能夠 能夠有所突破啦 是 所以就選擇打一個 比較極限的一波打法 好 我們看到後面這個毒爆 衝一下來之後 我們看到這個進化式 也沒有辦法攻破 就只好果斷的按下了 我們剛看到有在聊天室 有人幫我們的Fist取了一個很可愛的外號 叫做電競成龍 為什麼叫電競成龍 鼻子 好像成龍大哥一樣 又大又挺 可是今天晚上看起來 好像身體欠佳 感覺有一點疲憊 怎麼會這樣呢 希望你第二回合可以有更好的表現囉 馬上來到了第二回合 還是請要發老師們 我們放下點位了 好的 我在我們星期基地 左上角藍色的重組玩家 這是我們友誼閃電狼的Slam 而在右下角的 這位紅色的重組玩家 他則是來自於Spider戰隊的Fist 其實Fist很可愛啊 對 好 現在地址做出星期基地了 剛剛上一場地址是用10D開局 不知道在這一回合他會使用什麼呢 那同一時間跟大家報告一下 他最近的一些大事喔 我們看到SEN SEN的SEN 我們台灣球攻的SEN跟HASS 即將要去參加 紅牛ECL這個比賽了 從1月3號開始到1月7號結束喔 聽說這個MMA跟Supernova也會參賽喔 對 這兩個都很強啊 那請大家有空的話 趕快幫我們兩位選手加加油了 對 而且MMA我記得最近他的成績也是有 慢慢的有取捨 他剛到自由之意的時候 不是 剛到那個重選之心的時候 怎麼講 他可能打法有點不太習慣 嗯 就是還是習慣於自己的這個節奏打法 而沒有說太多 太去依賴那個地雷 因為那地雷那時候很強 所以他那時候有一段時間成績一直出不來 是 但最近好像就是整個風格 及他的這個整個影韻能力啊 就是漸進有跟上整個節奏 所以我們也很期待 他能夠給我們帶來非常精采的表現 對 好的 在這裡我們看到FIST是放下了第二個珠寶 就兩邊的開始差不多啊 對 兩邊都是一個裸霜 那我們可以看到藍色這邊就是我們SLAM 他是選擇選擇這個先下口持 而紅色FIST則是選擇 多偷一些工兵之話 好 我們再下我們的狗居 對 這個就是就稍微偷幾個工兵 然後讓機器稍微好一點點 然後再下這樣子 這樣也不用太擔心啦 畢竟對方也是裸霜 對對對 他其實這個還蠻土的啦 如果萬一真的對方是一個 是一個比較打一個打一個比較極限的打法的話 你慢那兩隻工兵其實也是有差的 嗯 對啊 那狗就慢那麼一點點出來 工兵可能就多死三隻 多死三隻可能就是百分之 譬如說這個50之類的 對 非常非常淒慘 好 我們看到兩邊的狗居差不多都快要完成了 目前還沒有看到兩兵的戰術走向 對 多算的話應該會慢慢來 然後看一般來說 以前的話應該會先放西況 但不一定 因為現在像是True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True他每一場的打法都是慢狗開局 然後補大量的女王 然後呢 前面插一些地勢 然後呢就就完全不開瓦斯啦 是 對 然後後面呢再把瓦斯補起來 然後再轉蟑螂 然後再去打對手 看對手怎麼打 如果對手是選擇走一個非常的話 那就直接打一個timing 皇帝押 好 在這裡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今天這兩位選手 其中如果哪一位不幸落敗的話 那就不好意思了 就要下去打升降賽 哇 對啊 對啊 有點可惜啊 這邊要跟我們的AK他們一起當守門員 不過下一季的升降賽 可能會有一點難打 應該是很難打 我們看到這邊 十年兩條狗來到的前面 是想要溜一下 兩邊都還沒有放下氣礦 都還沒有開始挖瓦斯 是的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FIST這邊也是很小心啊 兩個女王都先拔堵在斜坡口 這邊看來是要慢慢來了嗎 不過才剛講完 FIST是連續下了兩個瓦斯 是放在二礦這邊 那在十年的家裡呢 十年家裡也放了瓦斯 也是放在二礦連下兩個 喔 順便是賺到瓦斯 幾百口 恭喜你 對 這個是我們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 五瓦斯開局啊 因為他的女王 數量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可以把多餘的女王 往前壓 壓到前面然後去把對手的一個 瓦斯給打死 那打死以後啊 其實不只是斷對一百塊 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流程上面 以及重環上面的運用 就會有點不夠順暢 嗯 這感覺就有點像說神族啊 這個早期有沒有 那個門口的建築學 欸 這差一點 然後就被人家溜了兩隻狗進來 然後兩隻狗在那邊一直跳啊跳 咬啊咬啊 你在弓邊那邊拉來拉去拉來拉去 可能就不小心損失個 五十塊一百塊的 是 心情也會很煩躁 對 那個真的很煩啊 好 這邊我們利用在這張地圖的二礦 也算是沒有很寬廣啊 趕快來放了一個建築學喔 連接下了兩個進化室 對 我們 再來放了這個蟑螂繁殖長 目前兩邊的走向是還蠻像的喔 對 可以說一模一樣的 對 這個應該都是要 兩邊都是要直接打蟑螂 因為這張地圖其實還蠻適合 打蟑螂的一個地方 在於就是說二礦跟三礦口的位置 非常的寬廣 所以蟑螂比較不會因為 受到地形的限制而 全部擠在一起卡來卡去的 對 所以比較容易能夠施展出來 所以這張地圖使用這個戰術 其實是蠻合理的 我們也可以看到兩邊都是選擇出遠程的一攻 對 然後再提防 好 這邊應該就是要走蟑螂無誤了 嗯 對 先出蟑螂 那就來看誰會先放三礦 呵呵呵 三礦保衛戰 這個ZVZ之間必定上演的戲碼 是的 不過由於兩邊都輸 都是打這個烏瓦斯然後轉蟑螂的打法 所以這個三礦相對來說會好開一點點 因為它沒有像早期這種 抱大量的狗有沒有 然後做控組的動作 然後看對方是不是要開 然後去把三礦咬掉 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打法 它的這個狗速啊 其實是都不快的 所以在整個的 對地圖控制權上面的也是相較於 相較於這種漱口開局來說是比較弱一點的 好 在這裡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邊有沒有看到有出現了不一樣的發展 Fist這邊率先放下了自己的第三個主堡 十年也放下去了 而兩邊的科技發展有一個小小的不同是 Fist它有升級盾地哦 哦 盾地由於現在移動速度是非常非常 咦 怎麼講 它現在有提升過那個盾地移動速度啊 對 而且在這個整個蟑螂的保存上面 以及續戰力上其實我覺得 還有戰術運用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是戰術運用 盾地之後可以讓蟑螂的火解速度是比較加快 但是如果蟑螂在盾地之後還要移動的話 好像還要再提升一個絕地爪 對對對 再提升一個絕地爪 就是它 你有盾地以後 絕地爪就會成為一個選項 就是說如果你連盾地都沒有的話 那絕地爪就連考慮都不能考慮了 是 好 我們看到絕地爪是已經升級了 對 那這樣的話到時候是比較容易能夠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蟑螂多線 就是你可以看看對方有沒有在正門口做這個防空塔 或者是做劍草蟲的一個防守 如果沒有的話其實你可以盾一些蟑螂 然後從側面繞進去 然後去亂對手的家裡面 或者你去打 你去給對手正面壓力的時候 你從後面繞一些蟑螂進去 這都是一個相當好的戰術運用 是 那這裡我們看到因為FIST他選擇一個只有盾地的科技 所以他在攻防上面現在是略訓於10年 對 稍微落後一點點 不過是還好 因為我們的攻防其實是 主要是防落後一點點 好 這邊我們看到兩邊交戰了 對 這邊是關壓 對 這邊是殺到了FIST三礦這裡 剛剛這個感覺 我每次看到這樣盾地就感覺好像在打地圖喔 對阿 很好玩耶其實 真的嗎 對阿 其實你在玩的時候就真的很像在打地圖 欸 沒血的時候你可趕快打下去 按下去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蟑螂頓地的精彩對戰 是看到控妹妹跟土豆迷 喔 真的嗎 對 然後土豆迷一開始有時候沒有察覺到控我 提升這個決定爪跟頓地的科技 喔 所以他那時候一隻監察王蟲都沒有在那個17秒當中 變身的當中 我們就看到那17秒 他就非常的可憐 因為這些盾地張子王那麼團團轉 一上一下的阿 左邊上右邊下 右邊上左邊下 實在太好笑了 好 這邊做一個交戰 不過 唉唷唉唷 這邊多線做到的非常好 家裡面應該要趕緊把兵調回來做防守 好 你一回來我就跑 是 這邊換10年也要提升這個盾地的科技了 結果沒有想到在多線擾亂對方的反而是10年耶 對啊 這個就是分兵上面還是 就是整個戰術運用上面還是以我們這邊好一點 還是10年 如果也是略勝一籌喔 對 經驗上還只有差 對 哇 這個媽媽臨時趕快補血靈門一腳 不然差一點點就要命上黃拳了 好 我們看到這邊的10年轉眼間人口已經 噢 Fist 又補上來了 對 這個蟑螂補得很快 對 現在最主要是我們Fist 它的人口現在是滿人口的 不是說 我不說200 就是已經到達上限了 所以待會兒它在整個爆蟑螂的節奏上面 會有一些干擾 會有一些干擾 看看我們的Slam能不能夠抓準這個機會啊 好 我們看到10年的人口現在是領先 領先將近20 但是它把這個節奏掌握在它的手中啊 因為它這個分兵多線做得很好 對 做得非常好 我們可以看到Fist這邊的蟑螂是 不斷的被左右拉扯 那既然其實我們現在可以 其實Slam這時候可以考慮說 看要不要偷一點就是把我們的施框給點了 因為這時候我們可以 它其實也是自己也知道 Fist這時候不太敢出門 一直被牽扯在家裡面不敢動 所以看看要不要自己是 選擇偷施框或者趁機轉兵 那我們可以看到Slam這邊是選擇轉兵 然後呢 出第一次做防守 這個非常聰明喔 非常非常聰明 因為萬一你在轉兵的時候啊 對方 這個把這個 這個 就怎麼講 突然來一波往前頂的時候啊 你就會發現有時候 你正在轉型的兵種還沒來得及出來 然後就剛好對手就壓到你家 好 這裡我們看到時間 家裡是已經放下了刺蛇獸獸卷完成了 現在呢在量產刺蛇囉 也在升級它的射程 好了好了這一波壓出來 不過已經有點晚了 我們刺蛇帶爾馬上要出來了 那這樣的話在整個作戰能力上面 Slam是取得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對 而且刺蛇已經出來了 我們可以看到正上方 12點鐘點位也是把我們四光給點下來 現在Fist 在經濟科技上面全面落後啊 這時候要看他怎麼運用這些蟑螂呢 這時候要趕緊想辦法把這個蟑螂分成兩批 然後呢 呃 像這樣有沒有 不過這邊有點少 想辦法利用多線牽扯 然後想辦法能夠 看能不能夠拉出一個突破口 不然待會後續會非常難打 好 我們看到這邊 Fist是要再一次的進攻嗎 這邊夾殺了一隻假的 假的一化蟲 這個不是Fist的一化蟲 是十年變出來的一化蟲 對 這個是假的 這是變形蟲變出來的 對 好 終於發現了 好 這邊稍微牽扯了一下 不過很可惜啊 正面部隊沒有因此而賺到 所以這一波蟑螂分出去 其實沒有起到 成效 對 在這裡我們看到十年呢 也是順利的開出了自己的四況 而Fist的四況現在才剛放下去 到底Fist這時候可以怎麼辦呢 他剛剛提升了一個 是我們獨爆蟲的滾動科技啊 喔 他要準備打獨爆 加那個 加蟑螂的一個timing 這個要抓 對手感染蟲出來的 之前的一個timing 因為感染蟲一出來之後 萬一一定這個整個戰術就會 就會死得非常非常淒慘啊 是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感染蟲的這個 出死能量是已經提升好了 這邊是直接對戰了 感染蟲你也不用出來了 看有沒有機會 這邊看有沒有機會先打一波 好 炸的還可以 炸的還可以 然後主場優勢來做交換 趕快拉到第一次可攻擊的範圍附近 對 但是蟑螂還是太多 刺蛇野的數量也不少 這樣的話 暫且把10年給逼退了 但是我們看到人口相差20 fix落後了20個人口 對 這20人口是還好 因為 主要是因為他現在卡人口 因為174 卡人口 所以他人口補不出來 要不然的話其實 20人口的話 對蟑螂來說很快就可以再補上來了 現在最主要原因 現在最主要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他剛剛那一波進攻有沒有 對 呃 怎麼講 他這個獨爆蟑螂的一個time is 已經完全過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Slam這邊 四況不只是把氣體拆起來 他的感染蟲科技也都已經提完了 是 待會只要三噴一出來 這個我們所謂的立體組合 就是說你有AOE 又有火力輸出又有坦克 是 哇 那待會兒 我不知道fist 到底要怎麼樣做防守才好 因為其實 真的很難打 全面劣勢 那還好十年目前好像還沒有感染蟲 對不對 他好像還沒生 而且人口現在是滿 他應該還要先把 騰出一些人口 對 先把人口先騰出一些來 所以這個蟑螂是出來送命的嗎 可能想要 看看能不能夠溜一點東西出來 好 在這裡要提醒大家 fist的攻防的部分也是有一些落後 我們看到fist都只有在提升攻 他的防 好 好像一直還沒有跟著一起升上來 我們看到十年開始量產感染蟲了 是 那待會兒就很難打 非常非常難 這一堆毒爆 大概也是一點用都沒有 直接在正面戰場 往前滾然後發現全部被定 除非是怎樣 除非是他的 毒爆蟲呢 是能夠從 後面 能夠繞一波毒爆蟲出去 從後面去滾 然後有機會的話可以滾到對手的刺蛇 跟感染蟲 那這樣的話就會比較有機會 能夠在正面戰場上跟對手一戰 就是超痛的考驗 超痛的力 對 就 哇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fist的毒爆沒有 應該說部隊沒有控好 直接用大量毒爆去換少量的蟑螂 這個毒爆旁邊也夾雜了不少的狗狗喔 我們現在是要正面交鋒了嗎 哇 全部被定住 都剛好定在毒爆上 哇 太慘了 全部被定住 哇 唉唷唉唷這邊還好先閃過一發 不過 對方火力還是太強了 而且有這個主場優勢 要補兵是比較快的 唉唷 聰明喔 滿地毒爆但是對手的眼蟲就在臉上 唉呀 埋了也是白埋啊 對 不過他想法很好 他的想法很好喔 他的想法 因為 這個就跟我一樣講的 從後面滾過去的意思是一樣 就從下面直接炸 如果炸到的話 的確是有機會出奇蹟的 哇 不過很可惜啊 好 這邊 這邊的一個小包夾 吃掉一小坡部隊 不能是 唉唷 大部隊呢 大部隊在後面 是 好 看能不能夠從後面 這時候部隊分成後面 能夠從後面 能夠從後面 趕快撞感染抽 好 剛才都偷掉很多個 有 剩下兩隻 剩下一隻 沒了 有機會 有機會打人之攻防 現在有點落後 對 而且最後對方是主場 但是這一波是有機會 換到很多東西 刺者也換掉很多 雖然說Fizz的家裡 也轉出了感染喔 但是這個觸使能量 還沒有升級完成人口直直落 但還好沒有落後太多 大概相差40左右 對 這一波雖然 這一波雖然是 我們可以看到人口上面 Fizz還是落後於對手 但是這一波其實 換到很多東西了 對 換到很多東西了 剛剛有先抓掉感染蟲 是不錯的選擇 是的 如果這時候Fizz能夠再把兵力給爆出來 我覺得雙方可以回到一個 比較正常的起跑點上面 就只是 就只是落後在他的這個整個攻防 現在是比較慢一點點 但是馬上三防也要升級好 我們看到Fizz應該現在存瓦斯了 因為他現在都只出狗 對 但是兵量 這個 還不夠啊 還差20 而且對方已經壓過來了 對 會不會撐不住呢 很有可能啊 沒有辦法熬過這個轉兵的時期 對 如果能夠熬過 雙方能夠 就能夠回到一個平穩的立足點上 但是這一波 肯定要把隊友給打死了 哇 好 刺蛇 刺蛇現在位置非常的好啊 這個完全沒有辦法對刺蛇造成傷害 哇 十年家裡要出飛蟒 哇 這個 這個來不及啦 哎呀 出飛蟒 這個有點 啊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在我們的第二回合 還是有十年這邊拿下了勝利 我們請阿凡老師來幫我們講評一下 到底關鍵點是在哪裡呢 對 其實我覺得Fist有點急啊 什麼 呃 他哪個地方最急 就是說他 最後吃掉對手 大量的感染蟲以及刺蛇的時候有沒有 他認為他 他應該是認為說自己是 有機會 有機會能夠打到一個 比較好的空方機 然後能夠轉出飛蟒 然後想要飛蟒打 但是其實 由於對方的四況經濟 其實已經營運起來非常久了 嗯 他的資金以及充換量 一定應該是已經存得非常非常夠 對 所以他馬上第二波 我們可以看到他那時候把那個 那個感染蟲全部 然後吃光那一波 其實我們的那個 Slam後面的人口 其實還有一百九十多 只是全部都在蟲圈裡面 是 對 所以Fist這邊 有點想要太急 想要往前跳 跳到更高的科技 他應該其實穩穩來 如果穩穩來 然後再把感染蟲 給補出來的時候 這樣的話 雙方至少能開 能夠回到一個均衡點 對 要不然 從頭到尾感覺上 這個節奏一直是在十年這邊 就算說Fist是率先提升了 蟑螂盾力的科技 但是他都沒有做到一個 我們理想中的多線進攻 跟利用他的科技的優勢 對 對 對 比較可惜 比較可惜 真的比較可惜 對 我覺得Fist應該要再大膽一點點 讓我們先休息一下 也給Fist一個喘息的時間 廣告之後請大家記得回來囉 歡迎回到電競七年超級聯賽 星海並沒有沒囉 星海會陪你一直玩下去 一個人玩也很好玩 大家一起玩也很有趣 我們要一起一直走到四年之後 好 我們回過頭來 我們看到前面兩場都是有十年 獲勝現在是2比0領先了 馬上就要進入第三回合 在第三回合我們要使用的地圖 是比較小一點點的眼獸了 緊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Fist要怎麼應對囉 我們的成龍大哥今天感覺好像 有點累 對啊 感覺他眼神有點迷茫 是 對啊 不過他今天跟我們聊天的時候 還是很有精神 難道是時間到了 來到他的舊情時間了嗎 好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 顏獸這張地圖 首先爆一下點位了 我們在畫面正中央看到 紅色紅色的蟲族 對 這是我們 HIGH SPIDER的FIST FIST選手電競成龍 馬上看到的是電競夜問 這就是我們 魅力而且有霸氣的介紹 嗯 我在想會不會是 我們的FIST他 這個 頭髮剪得不好 所以心情有點不好 喔 真的嗎 對啊 趕快髮膠借給他 對啊 他一直 他今天又一直跟我們講 好討厭我這頭髮剪得好醜 你看人家TREW跟Suffy剪得多帥 是喔 對啊 所以原來是為髮型所困 對 怎麼會這樣子呢 趕快致電給DUS教練 對 肯能力真假髮接他戴一下 沒有問題 沒有 我這個不是假髮 我真的是用下班牌 生髮水之後 長出來的真髮 我剛剛說你 這個下班牌生髮水 可是不簡單 它讓你除了長下班 長真髮 而且讓你增長聚位 對 而且特別適合崇峻學生 真的嗎 為什麼 對 因為下班牌生髮水 然後 好不好還會長體重 喔 還會長體重 那不行 那我不要用了 真的嗎 那可能做就好了 馬上暫停使用 然後借給你傳承 對 你真的太瘦了 傳承給你 現在跟你講買十瓶送兩瓶 在12月31號晚上12點之前 你到底還有優惠嗎 真的嗎 可是這樣會不會太多啊 十瓶送兩瓶 其實不會 大概一瓶用一個禮拜就沒了 用喝的會比較快 可以喔 趕快把握兩瓶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雙方選手 我們實戰這邊是選擇一個 直式低開 然後我們的 這個 Fist這邊則是選擇一個裸霜 是 裸霜之後先氣礦 對 開始在挖瓦斯了 對 因為這張地圖比較近喔 所以我們看看會不會選擇一個比較 進攻型的打法 因為這張地圖的三礦 對 重打重來說是 相當的難打 相當的難守 因為它的這個 距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近 這個是 因為如果是我們以 神族或者是 以人類的角度來看這個三礦的話 其實是可以做防守的 因為我們看到三角形點位的三礦呢 它其實是有個高台 你可以利用高台做防守 而左邊的話呢 它是比較狹窄的一個口 所以也是可以做防守 但是對重組來說 它們這些天人地形跟屏障 對它們來說沒什麼意義啊 所以 開三礦的機會就 稍微低一點 就比較會遇到兩礦的一個 一個壓制型的打法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Fist這邊是選擇先 提狗樹 然後呢 有繼續挖瓦斯喔 好的 這邊我們看到有網友質疑說 難道我們這個比賽是預錄的嗎 當然不可能 我們每一場比賽都是Live 現場直播 所以大家請放心 我真的不是預錄的啦 那剛剛至於提到這個四年 到底是什麼梗喔 這些來自於一個相當古老的遊戲 叫做G1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Google一下 G1什麼 G1有你玩四年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沒有關係 有一個人跟這個遊戲很熟 那個人叫Google 我等一下挑電話給他 請他仔細跟您相談 好在這邊我們看到了 Fist已經放下了關鍵建築物 叫做蟑螂繁殖場 而且還偷偷地藏在這個金礦的後面 對這個是故意不給你看 那這樣的話我們待會我們前面的一個 我們前面瓦斯沒有停喔 那待會就可以直接爆 蟑螂過去跟對手打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Slam家裡面 則是家裡面有放一根地刺 然後直接下了三個瓦斯槽 來做防守 那就看這一波 因為他待會兒看狗去贏好 就看他要不要選擇 要不要選擇先放一些狗有沒有 進去再繞一圈看看 好狗來了 狗來看了 不過哎呀怎麼沒有繼續往上走 沒有 他現在來到的是二礦的部分喔 哇這個在二礦的地方直接被咬掉了 那他應該是 主要是看看他的工兵數量 以及那個 以及瓦斯有沒有踩 但是因為我們的Fist 他還沒開始 不過他有流蟲軟 那這樣的話呢 Slam或許有機會發現喔 他現在Fist我們看到兩個媽媽出來 先驅趕王蟲 後面偷偷的藏狗 醞釀了非常大的數量的狗 再加上少量的蟑螂 等一下就要進攻囉 但是他這個進攻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十年的這個蟑螂繁殖場 應該也是好了 有沒有辦法找到一個突破口長驅直路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邊十年的蟑螂 十年的蟑螂是已經看在眼裡了 對是有看到一些喔 我本來想說這兩隻蟑螂 這兩隻媽媽如果出來壓的時候 會不會有機會能夠讓對手以為啊 對手又是一個 又是一個比較 比較防守型的開局 是好 我們看到狗狗現在是有狗速 那蟑螂因為還沒有提速 所以他走的腳程就比較慢了一點 好這邊直接往前過來壓 只有一根地是不夠 哇兩隻媽媽直接被包 雖然說互相補血 但是命上黃泉了已經死了兩隻媽媽了 這個地刺也不飽了 哇這邊公兵要死傷非常慘重喔 蟑螂雖然出來不過 不夠啊 是我們看到這邊十年是農民起義了 雖然說蟑螂有即時的生出來 但是已經損傷許多了 對我們看到公兵幾下數兩隻 已經來到十多隻了 哇這蟑螂是完全不夠啊 對我們看到這個主礦的蟑螂 也是還來不及走到二礦這邊來做支援喔 現在人口直直落來到了三十七 FIST是領先了十四個人口 對 這邊是直接壓到對手家裡面來了 哇這個擊殺攻勢已經來到二十三 對 所有的工兵單位現在是二十二比二十二 是處於持平的狀況 那就看這一波兵能夠撐多久了 有沒有辦法順利的把十年給帶走呢 現在我們看到人口呢差距越來是越大了 對要看要看要看這一波 這一堆蟑螂如果能夠頂住的話 那還有機會後面再打回來 後面FIST又補了大量二十四條一口氣 補了二十四條的狗 而且是有鼓速的狗這一波湧進來的話 應該十年就無力回天了 是的我們可以看到家裡面這邊 好勉強做防守 但是還有四隻蟑螂 家裡面後面的狗又補上來 對 而且我們FIST很聰明啊這一波 這一波壓完之後 自己知道自己優勢啊先把三框給點了再說 萬一對手守住的話 但是還是守不住 直接打錯GG 恭喜FIST在第三回合是順利的拿下勝利了 哇雖然說前面看他好像有點精神不濟 不過恭喜你 在第三回合是順利獲勝了 喔這時候我們看到不只是教練出現 連四葉教練也出現了 趕快來林薇說明跟他提點一下 我們先聽Alpha老師來幫我們講評 對其實我覺得FIST這場打的最好的一個點就是說 他把這個 他把這個 他把這個蟑螂從頭放在後面的情況之下 然後他又不斷不攻兵 然後他在整個地圖上面的 怎麼樣 因為這張地圖是小地圖 如果他選的這張 這個戰術其實是一個非常正確的一個 一個選擇 然後再加上他的這個攻兵數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是在第一波 第一隻狗繞上去看的時候 他有看到那個瓦斯 對 然後有看到狗叔在提 但是其實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營運的開局 是 那所以那時候 我們那個世代沒有造第二隻狗 然後再去繞這個FIST的二礦 看看攻兵數量其實真的很重要 因為萬一如果是選擇一個 比較其他的這種爆火啦 長火的打法的話 一般這張地圖其實也很常見的 那這一波照上去看 攻兵數量魚如果有落差的話 他就可能會以為說 他就可能會判斷說對數量是一波 可是這個沒有讓他得逞 對 所以這邊呢我們恭喜FIST 哇賽 他這一場的戰術是的確收到了效果 所以馬上就要來到了第四回合 跟大家報告一下 目前我們的比數是2比1 十年還是領先了一分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第四回合要使用的 那張地圖呢 這張地圖是我們的廢棄遼望站 廢棄遼望站 進入比賽之後還是一樣請阿爸老師幫我們報一下點位 首先看到藍色藍色的重組 對這是我們閃電狼的Slam 接下來看到紅色紅色的重組 這個是我們紅色的是Spider戰隊的FIST 超可愛的劍獸影片 FIST的感覺真的是一個比較慢熱型的選手 因為在上一場對上他同隊戰友 Fryon Monster現在叫Python 他也是先2比0落後之後再4分到達 對那時候也是重打重 重組內戰 所以今天會發生一樣的狀況嗎 覺得呢 有可能阿 而且有時候重打重 特別是這種波器 你前面兩場其實可以做一些 比較中庸型的打法 然後試探對手到底怎麼樣來應對 然後再來選擇說我後面的打法要 比較偏向積極一點的打法 還是比較穩當型的打法 是 對這個都是我們在波器的時候 可以做的一些戰術思考 因為其實我們不能把波器 當作七場 然後呢 就只一打一一打一一打一 然後呢 就一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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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然後就變成七場這樣子 我們必須要思考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安排這個地圖 我們要怎麼樣去試探對手 我們哪一場我們要放大招 然後來干擾對手的心情 我們必須要去猜測對手 在想些什麼 然後我們再來應對 然後利用這種方法來去做 這個我們叫做大招戰術安排 是 對我相信這種東西 我們的教練也是 也是應該是有提點過我們的選手 對 所以 心理博弈的部分了 好在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 兩位選手都是一個裸雙的開局 但是裸雙之後是先瓦斯場 兩天都是先瓦斯場再放狗屈 好那我們看到十年這邊瓦斯場好了 馬上排三隻工丁開始開採囉 對這個其實也算是比較正常的開局 就是以前在自由之翼的時候 這種開局方式呢 後面往往就是 接兩種 一種就是說 一種就是說 下獨包從巢或者是不下 那下獨包從巢呢 其實有時候反而是 防守那一方 先下的其實是防守那一方 後下的反而是進攻那一方 因為先下的它是要 主要是為了要 放了以後啊 直接先變獅子寶蟲 然後做防守 然後呢 後放呢它待會兒 它要先存一些瓦斯 然後後面再一口氣變 那最主要的是要看 它們第一波卵 它們主要是 抱了多少條口 是 對 那我們所謂的第一波卵 就是說我們現在 旁邊上不是半隻女王都沒有嗎 嗯 然後女王出來之後 它第一件事已經是會先噴一口卵 對 那這一口卵一出來以後呢 好 這一口卵一出來以後 那它總共會有 八個 會有額外八個卵 那這額外八個卵 你要怎麼樣去運用 會決定說你這整場的戰術走向 對 所以我們以前都是看那個 不過現在由於這個 打法越來越多變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有些人 他們是選擇 就是直接兩況的一個 獨爆一波也是有的 兩況獨爆一波也是有的 或者是兩況衝 擺聲 喔這個 這個蟲打蟲比較少見 但是 但是沒有 因為這個 AK之前的擺聲 讓我們來太難忘了 那真的很執著於擺聲 對啊 它是不是還弄一個蟲洞還是什麼 對 有 我記得它有弄一個蟲洞 不過那一場就像阿法老師說的 它其實是ZVP啦 比較不一樣啦 對對對 ZVP常常出 然後那種兩況蟲洞出擺聲 搞的那個誰啊 神豬都很煩 那種神豬都很煩 我還記得 好像是 欸是猴哥還是誰啊 是猴哥還是誰 他就有一場就是被 被一個叫什麼星巴克的 歐洲蟲 歐洲蟲 歐洲蟲選手 然後在連那個空間之門都還沒好 人家的擺聲蟲就直接 爬到臉上來 哇賽 超誇張 哇這邊要直接開三況嗎 咬著五塊錢的工兵 即將要入處 成為第三個主堡了 這邊是溜狗溜進來了 FIT這兩隻狗 到底有沒有辦法看到一些東西呢 好臨死之前 至少有看到這個毒暴蟲巢了 對看到毒暴蟲巢 看到瓦斯人在踩 家裡面應該先做一點防守再說 但是FIT家裡呢 他其實也不用擔心啦 他已經有蟑螂了 那這個三況到底放下去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他應該是已經看到對手的一個 他應該是放在那邊 然後給對手蟑蟲看嗎 欸欸 不過他三況那邊好像也沒有蟑蟲 我們看到FIT家裡這個二況的工兵補的數量 也不多感覺 這個戰術跟上一場有一點像 對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是直接不大量的地獅 因為這時候已經看到隊友出門了 這時候就看地獅能不能夠即時好 這邊是要拖一下時間了 還好有第一跟地獅加上媽媽 跟兩個毒暴 毒暴撞得好後面沒煩惱 但是後面還有蟑螂大軍 蟑螂大軍沒有提速上來的時候 這後面三個第四也都已經完成了 對這個有點慘了 這邊要做防守是非常容易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時候我們FIT大概也知道 這波可能打到太多東西 直接把三況給點了 那這樣的話就正面稍微壓一點 然後給對手一點壓力 然後他後面就直接要想辦法把這個 把這個戰場的控圖拳給控好 控好以後 自己的三況才有機會 才有機會安然的開出來 要不然對手一旦看到你這樣打有沒有 他肯定是先爆一波狗 然後直接把你的三況給咬掉 咬掉之後他佔了主控拳 他就直接把三況開了 然後這樣的話後面就會變得非常非常難打 好我們看到十年用少量的狗狗 現在是成功的牽制FIST 而且衝進他的主況啊 現在他是心神不寧了 對這邊打得不錯喔 而且他還留了一隻狗狗 是跑到這個主控旁邊 隱隱醋又變成毒爆 對打得非常非常不錯喔 而且 他應該是第一時間分的 他那時候 他這隻狗是第一時間分 他原本想要再多分幾隻 但是那時候可能手足超過不來 對 可能有點超過不來 那就要看前面的狗狗衝進去 咬這個狗狗 看到了看到了 會不會炸到 哇這個 這個也算賺了 算了沒打到弓兵 本來他想說如果弓兵沒什麼損血 一顆可能炸不死手 炸不死 炸不死炸不死 對啊 沒想到是炸到一群狗 對啊對啊炸到群狗也不錯啊 炸到 這樣也蠻賺的 對 我們現在看了 目前弓兵數量來說是 Slam5是四隻 然後Fist是46 Fist由於前面他是選擇 先抱一堆弓兵過去壓 所以 呃他的這個弓兵數量其實 現在是比較少 不過由於他3塊開得早 看有沒有機會 因為我們看一下 Slam是不是沒發現這個3塊 哇真的是沒發現 不過10年他的這個2本 是比較早完成 對 而且10年這邊放下了螺旋塔 對對 但是 但是先放螺旋塔 不一定會有優勢的原因在於 呃 瓦斯量會落後於對手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Fist這時候 其實這時候如果Fist能夠 能夠把時間拖住啊 然後把這個3塊的瓦斯 可以踩掉 踩起來的話 到時候比拼非常的話 他其實不一定會落後於對手 那就要看現在的操作囉 對對對 這一波要看要怎麼樣去做防守 因為這時候如果 哇這個毒爆的數量很多 看到了看到了 對這時候Fist Fist由於他的傷況是已經被發現了 所以這時候Slam一定會做一波潛壓 這是百分之百一定會做潛壓 好啊這邊 唉唷喔喔 蟑螂還挺耐打的 蟑螂到現在還咬不掉 對 好了Fist的毒爆手要變 最後血多啊 也要變出來了 這邊要做防守啊 你撞我撞你 唉唷好險喔 剛剛如果炸下去的話 可能全部毒爆從頭要被炸到 是 好這邊還好有蟑螂 蟑螂直接點毒爆應該是沒有問題 這樣做防守應該還算OK啊 不過問題在於Slam家裡面的 飛躺要出來了 飛躺在量產了 現在一口氣就產了10隻 不知道Fist家裡有沒有任何的防空措施呢 好像沒有 Fist這時候也放下這個螺旋塔 但是他現在比較需要的是包子的老師 包子爬行蟲 他現在一個包子都沒有 對 要請包子老師趕緊回來啊 不要再去吃牛排了 對 是沒有錯 牛排可以改日再吃好嗎 對 趕緊打包帶走啊 回來幫 回來過來插在門口對吧 幫一下我們的Fist 好這邊我們看到兩個蟑蟲是送掉了 但能不能夠讓Fist有所警覺 在家裡趕快做些防空 還是他打算用陸地部隊來牽制他們呢 好這邊小狗直接繞主礦非常聰明喔 然後看要不要分一個部隊到山礦去 不過這時候是選擇一波部隊打主礦 一波部隊打二礦 當然因為很愛打 所以飛狼其實打很久 要打很久才打死 那這邊也算是成功的把十年的飛堂都牽制在家裡 也為自己家裡的這個包子爬行蟲 去爭取到一些時間 對這一波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看到這邊是擊殺15的工作單位 對 那弓兵數量上面來說Fist是54比43是處於一個里程狀態 就看這一波飛躺了 對這一波非常 看有沒有機會找到一個突破口然後去打一些弓兵 感覺有點難喔 因為我剛剛看到Fist家裡是下了五個 五個包子爬行蟲 我們看到Fist三礦數差了三根 那這樣的話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二礦一根 主礦是也只有一根 不過因為主礦二礦通常媽媽會比較多啊 所以通常在防守上應該就還OK 哇不過狗來了 哎呀媽媽又被咬掉了嗎 互相輔血還是難以撐住啊 對很聰明喔 先讓小狗過來把包子爬行蟲咬掉 然後這樣的話非常就有機會過來做擊殺的動作 對 這波相當成功啊 這戰術指引相當成功 不過兩個毒暴蟲要出來 小心那兩個毒暴 哇公平全部損失 哎呀 Fist三礦被趕盡殺絕了 對這一波壓制非常的成功 我們看到三礦這邊要直接被點掉了 非常的聰明 先放狗進來咬包子爬行蟲 咬完之後非常再大舉進攻呢 來做一個最後殘局的收拾 我們看到Fist三礦掉了 對我們看到三礦掉了 哇那待會兒 待會兒這個瓦斯的數量就會落後於隊友非常非常的多 這邊好這邊看還能賺一些 還能賺一些 但是哇一隻媽媽 好一隻媽媽還可以頂著火力硬打 但是哇被包子補血 哎呀 兩邊包子的命運相差真多啊 對啊直接打GG 哇 Fist這邊感覺有點累啊 打了哈欠打GG 對我們再恭喜十年呢 在這個回合是獲得了勝利下的比數是3比1 現在十年呢是在聽牌咯 我們請阿法老師來幫我們講評一下 在剛剛這個回合你覺得關鍵點是哪裡呢 對主要我覺得Fist第一波的潛壓其實還是有一點沒有壓到太多東西啦 對 而且其實我覺得這一張地圖 因為我覺得它可能上一張上一場有沒有 用蟑螂潛壓的時候是有 它是有搶的一個先機搶的一個時間點 但這一次過去的時候 哇四跟第一次在這邊恭候大家 它根本就嘗不到任何的前頭 對對對沒有錯這個就比較可惜了 是 然後前面這一波壓就是壓了 然後它三框雖然有想辦法偷出來 但是其實沒有賺到太多東西 因為後來馬上又被人家發現 然後六一波狗就直接往前壓 雖然說中間有一度Fist屠殺了十年十五隻公兵 讓自己的經濟是稍微又領先了一點點 對 但很可惜最後我們看到這個陸地部隊是牽制了十年的飛塘 但十年也不是省油的燈 等它先放狗進來把你的防空全破了 對對對這很重要 媽媽被咬死了 然後包子也被咬死了 包子吃完了之後非常輕鬆的收尾了 厲害厲害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五回合 他們選擇的地圖是 這張地圖是奧特星要賽 那在奧特星要賽 左下角藍色的重組選手呢 就是我們由於閃電狼戰隊的Slam 恭喜十年選手目前是三一聽牌了 對那在主上角的這位紅色的重組選手呢 則是來自於Spyder戰隊的Fist Fist加油 因為今天的輸家可能就沒有辦法保有資格 然後就要去升降賽了 對啊 他跟我們的那個Python好不容易 對啊 打進職業 對啊 真的很希望能夠有這樣心血 一直不斷的想辦法去撐住啊 是 而且他們其實就是一起這樣鼓勵 一起打上來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 我跟你講真的很難得啊 真的是也是很希望能夠 然後看到他們繼續在我們的這個 大家在我們的這個職業聯賽裡面 看來我們在這個導播區也是看著相當的激動啊 然後耳機裡面也聽到大家激情的吶喊 是的 可能是這個Fist有點累啊 對 今天是不斷地在打哈欠 應該我覺得有可能是他想要 因為有時候選手都會這樣說 欸我們今天要打比賽我就想要 今天我們 特業練習 對念書的時候也是這樣啊 對 要考試的時候 欸 糟糕明天要考試了我一定要考好 然後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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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晚 然後念很晚結果碎過頭 反而沒有考好這個很常出現的一個問題 好我們現在這邊看到我們這邊Fist 這邊是選擇一個 這是比較 比較極限的打法 這個是我們單框直接放下狗子之後 直接拆瓦斯 那這樣的話是要直接打一個單框的獨孢一波 要跟對手比拼操作 十年這邊放了狗子之後還是一樣放下了第二的獨孢 對 這是比較 比較穩健的一個 一個 就是比較正常的一個打法 那我們Fist這邊 呃 有一個好處說他的第一個點位呢 是會看到對手 那這樣對於他的一波進攻啊 會是比較有利的 那這樣的話就是要看看我們的Slam 要什麼時候才會發現 什麼時候才會發現對手的一個意思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這隻王蟲飛過去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錯失掉對手 狗出來的一個路線 我們可以看到因為他從下面吃上去 我們可以看到因為他從下面吃上去 對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Fist的王蟲 他進來這邊看了一眼立刻掉頭 我看到你 但是我不想讓你看到你 對 但是小狗看到了 小狗看到了 心裡現在都明白了 我都知道你在哪裡 對 對 希望看這小狗 你看什麼時候第一次繞過去啊 好 這時候我們Fist的小狗出來 但是對手完全沒看到 哇 兩邊都錯過了 對 我們看到Fist家裡的這個獨爆從頭 完成進度已經來到了百分之五十 對 喔唷 而且Fist很聰明 他剛剛是繞了四次 他是繞側面喔 他知道隊友在下面 所以他知道了側面 我們可以看到他從中間拐了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他從中間拐了一下 好 這邊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那這樣應該全部明瞭啦 對 這邊看到了獨爆從頭 獨爆從頭也即將就要完成了 家裡馬上放了兩個地獅十年 這一次能不能夠完美的守住呢 哇 這個要守住的機會就 又比較好 就比較大一點 但是這一張地獅要小心就是說 因為他的二礦在後面啊 所以你兩根地獅放在主礦的時候 你二礦 是很容易從側面溜過去的 不過還好有兩隻幫他讀口 那這樣的話就壓不進去了 這張地圖是內雙嘛 是個內雙的地圖 對 這時候就一定要硬打 就一定要硬打 哇 這狗好多 好 拉出來拉出來 拉出來炸 好 聰明 聰明 啊 但是這邊沒有控好啊 很可惜 對 這裡我們看到還是有少量的狗狗溜進來 但是沒有辦法造成太多的損害啦 對 聰明也很聰明啊 這個直接把弓兵全部拉到主礦去做防守就好了 二礦這樣子就完全不會打到 這一個毒包 我到底應該慷慨就義咧 還是晚點再講 哎呀 這實在太慘了 兩個D4也已經就位了 兩個媽媽堵在門口 感覺憑什麼機會了 對 這個 打大回府囉 有點可惜啊 其實FIST的細節其實也是有做到 就是他 他把那個 他第一波狗出來的時候 他繞了一下 不讓對手第一時間看到 嗯 那其實如果是在別張地圖的話 或許就很有機會可以把 把這個給騙到 但是因為這樣地圖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他後來再繞過來的時候 又 就已經來不及 因為對方的狗也是繞到他家裡面去看了一眼 對 剛好可以及時做防守 而且又是個內雙 這個主礦的一個斜坡口又特別的長 非常狹小 對 你又沒有二礦給咬 一般來說你打這種的話 對方退手的話 你還有一個二礦可以守 我們看到十一年的這個主礦門口 我真的是越來越過落金湯了 對啊 有第四 還有兩個進化室 對 哇這個讀兩層 這感覺好像 哇還有三個媽媽 對啊好像在打那個什麼 世紀帝國有沒有 這個 這個後面一層圍牆 然後前面再突一層 然後再蓋一個圍牆 然後正面換一個城堡這樣 發現自己守住了 直接把中間那個取消 Fist應該 你覺得他會打消念頭嗎 你覺得Fist會打消念頭 還是說他還是會想要硬闖闖看 應該就直接選擇 應該選擇回家營運 那我們Slam也知道自己說 他 就對手現在是擁有空圖權的 所以他也不選擇直接開三礦 而是 從後面攀飛躺 我們看到他現在是選擇兩礦 然後先把瓦斯給踩了 對 看看 等一下他有沒有生人二礦 他應該是剛 他瓦斯是剛放 瓦斯剛放 那這樣的話呢 應該是 好 我們看到十年了 一口氣也放下了三四瓦 現在四瓦全開囉 對對對 還是要翻飛 因為其實在對手這種進攻 如果控圖權的情況下 如果你貿然開三礦 你很有可能 你想要做三礦的防守 結果又鎖不住 然後對方又直接溜上來 溜上來又把你的二礦給咬了 這樣的話就得不償 可能兩邊都會著火 對 而我們看到十年還是一樣 又選擇了蟑螂繁殖場 再次的放下去 是的 不過選擇蟑螂繁殖場 這樣的話他很有可能是想要再打一個 再打蟑螂一波 我們看到目前雙方的工兵數 十年是領先了二十隻之多 是的 因為他前面是無法開局 然後 工兵經濟就補得非常非常好 哇我們看FIX這一波 如果沒有打下來 真的沒有回頭路了 對對對 他應該是要再打一波 但是 這波要 要打上去還是有點難度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那一隻貓貓 哎呀這貓貓 有賺到一隻貓貓 這樣的話有機會啊 這樣的話有機會 因為蟑螂如果頂上來的話 是可以直接集火 就點貓貓 哇這個圈炸掉 欸好像有機會 有機會有機會有機會 媽媽差一口差一口差一口 欸媽媽沒點掉 不過沒有關係 好大炸工兵造兵 喔但是對方炸王賭得很好啊 是 哇現在是直奔十年的二礦龍 哇但是 欸這裡兩隻兩隻兩隻 再撞 好但是 好我們看到一堆紅血的工兵啊可惜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 擊殺只有兩隻啊 只有兩隻 我們費了那麼大功夫 很可惜啊 他的 我們Face後面 要準備出蟑螂嗎 欸那時候要準備出 要準備出蟑螂是Slam是不是 對我們看到十年現在 蟑螂的一攻擊將就要提升完成了 同時也在提升蟑螂的移動速度喔 非常的可惜 剛剛Face是出了那麼多的毒爆跟速狗 還是沒有辦法造成十年嚴重的經濟損害 隻肉死掉 一隻媽媽跟兩隻蟑蟲 對那這樣就很可惜啊 因為我剛剛一直把 我剛剛一直看反了就是以為是Face 是選擇後面再補蟑螂 然後要準備再壓一波 如果那樣的話的確是有機會 能夠打上去然後造成傷害 就蟑螂直接把門口破了以後 然後再用狗跟毒爆去破對手的經濟啊 欸這邊我們看到是Face有成功的溜了一批狗進去 對但是對手已經壓到你家門口了 這一波可能就算能夠賺到東西也沒辦法 第一次來得及嗎 還是差一點 家裡面完全沒有兵力啊 這一波可能要直接把對手帶走 我們Face了 直接往後走了 繞到金礦這邊 對這時候選擇撤退 但是也很難打了 這邊要整個全部 對 十年的人口是Face的兩倍 這要怎麼打呢 對這個沒辦法了 只能打GG 哎呀Face真的很可惜啊 最後是由十年獲得勝利4比1 贏得了今天的比賽 我們還是要請阿法老師來幫我們講解一下 到底剛剛這一場的關鍵點如何呢 到底Face在哪一個關鍵點如果做了不一樣的選擇 也許還有得打 其實我覺得如果Face這個戰術呢 選在上一場打的話我覺得就 就有機會可以跟對手來做一個比拼 因為這張地圖由於是內雙 所以就算 如果你這波毒爆一波失敗的話 你基本上就是等於是什麼都賺不到 因為對方這個主框斜坡口 就非常非常的狹窄 所以你只要賭在上面的話 基本上你就只能孤入金剛外面打上去 但是如果對手 如果對手是就怎麼樣 發現他第一波毒爆阻不住 他如果要退手主框的時候 他至少可以把二框給賺掉 賺掉以後 那你還有一個選擇 就是你可以再回頭 因為對方也只有主框 只有一個主框 那這波沒有辦法 抓到任何東西的情況之下 後面就沒得打 就很可惜 相當的可惜 最後我們恭喜閃電狼的十年 是以4比1 贏得了今天的勝利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下明天的預告 一樣在明天委來 娛樂台晚上8點開始SF的部分 是橘子熊 在這邊跟大家預告一下 橘子熊目前是拿下了九連勝 到底有沒有辦法拿到十二連勝 完成勝利呢 明天讓我們拭目以待了 明天橘子熊要對上的是 華椅Spider 而在KR的部分是正式進入季後賽 今天是第一次 明天是第二次 而在星矮的部分 明天也是季後賽 明天還是滿滿的重複內戰 那我們看到是師兄弟不打了 燕要對上十年 到底誰可以勝出呢 就讓我們記得要準時收看了 謝謝阿法老師 我們帶來精彩的講解 謝謝麗真 謝謝那在這裡也 預祝大家新年快樂囉 下次見面就是2014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